两名未成年男生殴打性侵 11岁的幼女 其中一人因为未满14周岁就被释放了 一个强奸幼女的小恶魔就这样逍遥法外 我不知道他周围的女孩和家长们 将会陷入一种什么样的恐惧之中 今年3月山东几宁 陈丽的女儿两天三夜都没有回家 期间她四处寻找孩子 直到第三天才在街上找到了孩子 她的女儿被两个男生 殷泽和周飞骗到他人家中殴打后侵犯 两天三夜 你无法想象这个女孩遭受了什么样的非人折磨 而事后还被录视频威胁 称如过给父母说 他们就把视频散播出去 最让人愤怒的是 这两名嫌疑男孩中 13岁的殷泽是整个事情的制造引导者 他带着自己的同伴一起实施了犯罪 但是由于他未满14周岁 因此已被释放 将不承担法律后果 另一名男生周飞已被刑拘 将被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成低龄化取势 而12到14周岁的青少年 已经具备对严重暴力犯罪之恶的辨认能力 2019年大连10岁的小女孩 被13岁男孩杀害 当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4周岁 男孩未被追究法律责任 引发了社会强烈的讨论 2021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刑法修正案 个别下调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12周岁 不满14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在这个案子中 虽然11岁的女孩 遭到了两个人的殴打侵害 但是因为不是杀人 是重伤残疾的伤害重案 这个主谋因则 就这么逃脱了刑事责任 刑法规定了刑事责任的年龄 而未成年人保护法 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过于宽容 前段时间的热搜 12岁脑瘫女孩 被同龄男孩八次性侵 因为刑事责任年龄 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每次遇到这种未成年人 恶性伤害未成年人的案件 未成年人保护法 就会让人觉得非常无力 如果这样宽容纵容 那就不要怪大家要质问一句 未成年人保护法 保护的到底是未成年人 还是未成年人罪犯 受害人也是未成年人 他们受到保护了吗 这样宽容纵容的最终结果 就是会激发起公众 对法律的抵触与排斥 从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这又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吗 是时候考虑这些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